所以吴虎 吴空 佛法修持力 他摆在第一位 从哪里入门 就从这入门 你能够证得 小臣 徐特万古 大臣 是姓魏粗姓魏的菩萨 就真的过位了 大臣粗姓 小臣粗古 这是圣人 我们称他做小圣 他不是凡夫 为什么呢 他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 他们决定不躲三无道 也不会变成羞辱卢叉 人间寿命到了 他到天上 天上寿命到了 又到人间 人间寿命到了 再到天上 天上人间 其次往返 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正阿罗汉古 他往生到四圣法界的 神文法界 所以他不是凡夫 凡夫不行啊 凡夫修行 纵然修得比他高 定功比他高 修到四禅天 四空天 没有出三界 出不了三界 这些人很厉害啊 他们能够超越 六道轮回 超越三界 所以 他们就不是凡夫了 懂得 没有魔 像现在量子力学家 他们知道了 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 那物质形象 他要不要受用呢 当然要受用 他还是需要这个身体 他不重视这个东西了 不会为他去服务了 去造业了 这一定不肯定